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宣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一 我们趋势阅读的单元 在今天的话是每个月一次 一样的科学人杂志 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听到的 这首好听的歌曲 是来自于算是在美国好来 不是百老会 百老会所谓的四大音乐剧之一 那四大的话是哪四大呢 悲惨世界猫 歌剧魅影 还有西贡小姐 好所以这个西贡小姐的话 因为这个今年5月31号开始 要在高雄台中台南跟台北 等等盛大演出 那所以这个就是 好像可以开始订票了 那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 是另外一首叫做Sun and Moon 其实蛮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的 星辰月亮与太阳 OK好 那我们今天现场的邀请 一样的是总编辑孙维新老师 老师早安 我们来选找 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很高兴你刚刚提到的 musical音乐剧 又让我们回想起 当年到了美国念书 就会知道在 无论在纽约 在华盛顿 在瓦斯顿 就会看过几个这个经典的音乐剧 第一个我记得看的是 Fenton of the Opera 各剧美影 第二个是Laymas up 就是悲惨世界 听了Miss Saigon 听了好久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看 所以就到这来得很好 但是后来有机会 在办学游的时候 把一堆学生 几十个人带到英国去 刚好赶上伦敦那个演了十几年的悲惨世界 他那个剧院的是个老剧院了 我们刚好赶上他要换剧院的最后一天 那是个旋转剧院 是舞台效果非常好的 所以好高兴带着我们台湾的老师学生 在伦敦看了悲惨世界 又一次看悲惨世界 但是也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到底这个怎么样介绍的 可是呢 我觉得musical很好看 对啊对啊 其实很棒 我觉得好像去纽约的人 初次造反的人都会觉得 我应该排一个百老会的这个音乐剧 来欣赏一下 好像才到过纽约 那种感觉 我那时候去了 但是后来我因为我没有事前买票 就去了以为到到现场可以 买不到 快想到外百老会呢也买不到 所以呢有点失望而归啦 所以这个不确实啊 这个很容易勾起大家呢 这个去美国的过往记忆 好那我们听到好玩 好听的歌曲之后的话 一样的就是要回到科学人杂志好玩 好玩的科学人杂志啊 这些封面呢又来了 老实说呢不要给压力啊 但是呢 显然他们自己的默默的也还是呢 很努力啊 所以这些科学人杂志的封面又很精彩了 要去摸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买一本去摸 因为呢 这个是一个河流的地图 河川的地图 那这个地图当中 不算地图啦 实景图 实景的河流 对你会看到一片的这个 绿意盎然的这个山坡上 但中间就有橘色的这个水 那边流淌着 一摸它 欸粗粗的 很呼应啊 这个标题 叫做河流生锈了 地球怎么了 对啊 这个河流真的是太太夸张了 那同样的还附了一张 台湾百川地图 所以这两个事实上是有相关的啦 那我后来还很仔细看了一下台湾的百川地图 因为呢 台湾到底有哪些河川 你熟悉吗 然后呢 哪些是最大的 哪些是最长的河 哪些是流域最广的河 哪些是流域最广的河 其实还蛮好玩的 这可以去考试考一下 蓝轩怎么一下又找到了我们在当老师当久的的坏习惯 就是喜欢考试啊 真的吗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一期三月号的主题文章呢 谈的就是河流生锈 刚刚蓝轩给各位看到的那个生锈的封面 封面上一个生锈的 那个河流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旁边有一些不环保的工厂 黑心工厂的把他们的废水啊 什么废气啊 排到河流里造成 不是 这是在阿拉斯加的天然环境里面观察到的河流 跟它的无数支流 很多地方就变成了橘红色的 那这个橘红色的是怎么造成的铁的氧化物 有些金属的氧化物它就造成 我们知道像火星本身生锈了的 它就是一个深红色的表面嘛 那你所看到这个橘红色呢 有许多是铁的氧化物 它沉积在河床底部 跟散落在整个草原跟台原的上面 那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想大家看到以后就会觉得 为什么 当然我们也要表扬一下 我们科学人杂志的年轻编辑们 他能够把这个封面再一次的 河流的部分 你其他的青山绿叶摸起来是非常光滑的 对 河流这一部分就很粗糙 那特别这样做以后 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河流生锈以后 产生的这种粗糙的心理不舒服的感觉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还是那三个字 永动土 永动土的融化 因为全球暖化 again又是全球暖化造成的结果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全球暖化 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周边的海水上升 然后温度升高 它连极区的环境都会直接间接的受到破坏 那永动土一旦化了以后 里面流出来的水 或者把岩石的酸性物质带出来 那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金属还原以后 重新又氧化 进到了河流里面 就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这篇文章 这里面主题文章 专门讲这个的 有这么一两篇 谈的就是一群科学家到阿拉斯加去 在不同的地方 甚至牺牲了自己精致的水壶 喝干了以后 拿水壶去接这个河流里面 所流出来的具有污染的水 回去分析 想去做分析 我觉得一分期出来 我觉得很可怕 就不只是老师刚刚讲到 这个颜色是橘红色的 那而且这个橘红色很像当地 原本它叫做鲑鱼河 就是鲑鱼也是橘红色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莫名其妙的呼应 就是说鲑鱼橘红色 但它象征的是一个自然的肥美的 非常生意盎然的 但是现在看得到的橘红色 变成确实一个看起来被污染的 充满了氧化物的 而且刚老师讲了 他把它带回去去做分析 酸度爆表 就是很酸很酸 跟醋一样酸 2点多 2点多真的很酸 是强酸 颜色又这么的浓 然后呢 这个整个的又那么的酸 所以对于这个地表的破坏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严重的吧 对首先是对河流的生态的破坏 因为你像集酸的环境里头 很小很小的像浮游啊 这些生物就没有了 那鱼的食物也没有了 更不用说呢 这些铁氧化物 跟这些杂七杂八的有毒物质呢 会进入鱼的身体里面 所以当地的人们 你看当地 他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除了你说科学家在野外走来走去 然后把水做sample取样之外呢 他去访问当地的人 当地人在自己的房子外面就是小河流 在自己阳台上可以垂钓 钓出当地的鲑鱼 来刚刚讲到了很漂亮的鲑鱼 可是后来钓的鲑鱼里面 十只有五六只四五只 都会出现 对畸形变态的塞上面肿起来了 或者是脊椎骨是怎么 就你会发现那个鱼是有问题的 它钓种鱼就傻眼了 你以为你钓了一只这样 其他看起来没有什么是可以吃吗 no 就不敢吃了 对整个环境跟生态都遭受到了污染 而这个污染是来自 你说人类还是天然 你以为那是天然的环境 其实它的根源 还是人类的全球暖化 嗯嗯 不过老师刚刚讲到那个 长了肿瘤的很畸形的 我突然间想到以前 当我们的那个核电厂有一度 他没有去管制 他的排放的水的时候 不就是所谓的避雕鱼吗 那是温度升高 它就是驼背嘛对不对 对对温度升高 但是把温度降低回来以后 它会做原状 对不对 那个鱼后来我的了解呢 它并不会受放射性的影响 因为核电厂出来的水 是它把放射性都滤干净了 它只是温度高 温度高的结果 第一个会造成珊瑚白化 肯定那个地方有很多珊瑚 你只要看到核山厂出水口的地方 那一排的珊瑚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它温度高了 第二个呢是蜜刀鱼 在从小到大发展的过程中 如果它生活的环境 温度是高的话 就会造成它的脊椎骨变形 但如果你让温度回到正常的话 那鱼会正常的 联系在一起 老会觉得是放射性泄漏以后 造成雨的污染 那我泌掉雨不是 它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OKOK 老师这样讲也回到这个文章当中 他们也讲到说 那个地方本来一度有采矿场 采矿场也一度导致了这个河川里头 有一些被污染的状况 然后但是呢 他们后来呢 去改善了它的排水 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它的意思就要告诉大家说呢 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所导致的 涌动土的解冻的问题 比起工厂的排放 还要来得更严重 还要严重 到了那样子的大尺度 就已经不是人为 在短时间的造成的污染 所能够比得上的 那就是人类 长期累积下来的结果 全球暖化以后 大规模的涌动土解冻了以后 你记不记得 我们常讲科幻电影里面会讲 涌动土解冻以后 远古的细菌病毒 都蠢蠢欲动了 都从涌动土里面 从新跑出来了 我们会面对我们过去 从来不知道的 各种各样的疾病 都会造成的 但现在没有想到 连化学元素 铁被还原了出来 进到了水的环境里 又氧化了以后 你就会看到整个河流 变成了超酸性的 氧化金属物的环境 嗯嗯嗯 老师刚讲的这个戏剧 它那边也有讨论到 它的可能性 好像也不排除 对不对 戏剧从扭动土里面 被释放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其实很好的彰显 一个科学的概念 科学一直是 研究是发展的过程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你跟科学家 问了什么问题 他给的你一个答案 就是最终结的答案 No 科学家是不断的 在找寻更好的答案 他现在给你的 只是他以目前的知识 跟证据 所能给的最好的答案 所以你说这个河流 到底怎么造成的 嗯 在这本书 这个文章里面 并没有详细告诉你说 确定一锤定音 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大家这样也很好 而且这个时候呢 把它曝光出来 让大家知道 已经有这个现象 有这个状况出现了 但是科学家 并没有办法 给你一个定论 说他最终的原因是什么 很可能是每个原因 都有一部分 加在一起 造成了这样子 橙色的 橘红色的大地 看来还真的很痛心 对呀 所以这 就是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的影响之一而已 我们可能现在 很担心的是 什么火灾 洪荒 忽冷忽热 但是事实上 整个地球受伤的状况 可能超乎想象 那里头 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个鲑鱼 游戏有一种 他说很美 是当地的原住民 最喜欢吃的 他们说 味道最甜 叫做花糕 红点龟 我来上网去查一下 真漂亮 它是淡淡的绿色 上面有一点一点 很漂亮的红色 听起来就是很鲜艳的鱼类 但是它变得很畸形了 所以 连名字听起来都很美味 对对 所以这个生态的破坏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我们休休再回来 如果说连极地的 曾经被形成最清澈的河流 都可以变成橘红色 那台湾的百川又是怎么样 马上回来 好回到来源宣言时间继续呢 我们跟科学院杂志的总编辑 孙维兴老师来聊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这个除了封面故事 讲到极地 阿拉斯加那个地方的这个河流 本来是真的是青涩见底的 非常的漂亮 但是现在成为橙红色的一片 像生锈了一般 那台湾的百川又怎么样 这边有一张就是这一次 科学院杂志的同事们 这非常用心 这是我们台湾的百川的样子 这真的密密麻麻 台湾的河还真多 而且我觉得很漂亮 说老师说很漂亮 会不会觉得每一个主流 加上枝流 看起来就像是一棵 大大或者小小的树 这整个台湾岛上面密密麻麻的 布的好多这样子的树 看了以后会知道 台湾不是只有山多 你的水跟溪流也是非常丰盛的 我们这山百月超过3000米的 大概268座 台湾是很难得的一个 非常多高山的地方 但没有想到溪流也这么丰富 而且这个让我们当老师的看到了 又可以考试了 真的 上面写了百川 你可以大致猜得出来 你从他那个主流跟支流的分布 可以知道有几个特别大的流域 那些流域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爱台湾的话 应该能够把它写得出来的 但是答案在哪里 答案在科学人杂志54页 我觉得很好的 我觉得他标的不够清楚 这样猜会猜错 对 但是你可以看一看 先回去54页 真的仔细看一下 流 干流的长度 主干流的长度 是对的 你们把它加来一块以后 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是浊水溪 第二名是高平溪 第三名是淡水河 第四名是曾文锡跟大家锡 刚好北中南各分一个 都有分 对不对 六都都有分到 对 但是我想各位看了一下以后 会觉得台湾这个环境更美丽 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 他直接去拍一个滨海的环境 它的河流 从支流逐渐汇入主干流进去 你反过来拿无人机拍的结果 它就是长出去了一棵生命之树 很美 所以你看这样子 其实你是可以从生命之树的角度 看到它的根就是在海边 然后往里面根深燕茂发展出来的 那所以我觉得 道过来看 很谢谢客人杂志的编辑们 非常有这样子的热忱 但是那个河川的长度 跟它的流域的广度上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它的长度可能是很 很多加在一块的 对我后来发现像这个社固然息很短 但它这个流域面积很广 对不对 它本来是长度是第十名 但是到了广度它就第五名 因为它那边山多 所以它很多支流是来自不同的山坡 然后直接下来 所以cover很大的流域 但是它整个的距离是很短的 不过话说回来 不是只有修固乱溪 我们整个台湾的河流都是山高水级 对 河流很短 河流很短 这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台湾的水资源不够 因为你下了淡水 很快就从非常高的山坡直接就到海里面去了 但是后来跟伟大的水力学家 我们非常尊重水力学家谈话 他会说你如果把这些水流下来 你觉得是福气还是灾难 你也不希望把这么多 台湾的水其实蛮多的 你不希望把这么多的水流在平地上 所以它瞬间到了海里面 其实也是in a way 它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 但是我们现在办法就是 你需要留下来 你能够用的水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要留一个适切的 就是你该用多少留多少 但问题是 现在我们不够啊 我们就连续两年出现干旱的状况了 对你说的对 但是我刚讲的意思说 不要大家老觉得是说 台湾就是因为山坡太陡然下来的水 很急的就到海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没有水资源 No 很多时候呢 你只是要适当的把水资源留在下 流下来以后 你不要让所有的水都流下来 因为台湾的水多 然后呢河流几斗几 嗯对 但是我觉得透过这个百川 以及我们刚刚在讲到 这个气候变迁的话题 台湾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我后来我大概过去这这一个月吧 好像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特别提到说我们的干旱 那我们的干旱的问题 其实导致的是我们的 另外一个值得骄傲的 就刚刚老师讲到白月 我们的森林大火越来越频繁 嗯 所以它这个部分造成的 并不是单纯温度高 而是因为我们的干 你想到我们以前在中央大学上课的 中央大学在露林山建立了 台湾第一个研究天文台 嗯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上去 帮忙建立这个天文台 好高兴2862公尺啊 周遭会有很多茂密的森林 你一看这样山森林 林木葱葱郁郁津津 就知道不是盖天文台的地方 天文台是要盖在那种山上 渺无人烟 完全没有草 没有树的地方 很干燥的地方啊 那台湾没有办法 那就是这样子 我们把露林山山顶呢 盖了这个天文台以后 旁边会有很多森林 尤其是充满油脂的二叶山啊 这些山树跟森树 那你把它砍掉了 没有砍 因为不能砍 国家公园里不能砍啊 但是呢 消防署的人到中央大学来 跟我们天文台的人见面 所有的师生 你要上山去做观测 你要先学消防的概念 如果山林里面发生的火灾怎么办 你知道吗 其实你在那些山 在远端的山顶 看到别的山顶上起火了 你现在开始跑都不一定来得及 因为火会在树冠上面跳 这样子 你不要以为那是在另外一边山 都想要去救火啊 找人啊 你开始跑都来不及了 然后呢 我看消防 你说跑去救火 你说逃离现场 逃离现场 逃离现场 都来不及啊 对你在远远的地方看到流火 跑都来不及 但是呢 你要知道消防的人来跟我们介绍 这些山 它不叫树木多少材积 它叫多少燃料 它叫多少燃料 对消防人来讲 甘台烈火的概念 就是这个意思 山上到底有多少树木 就成了它的材料 因为我知道 不是只有这个 不是只有我们在考量 澳洲曾经在它的 旧的天文台 澳洲喵坡 它有个天文台 周边的森林着火了 那个天文台离开森林的 呃 最前缘 还有一两百米的空旷的地方 整个天文台就被烧掉了 因为它树枝烧断以后 被大风一吹 那些着火的树枝 全部都堆到天文台旁边来 嗯 所以会知道风带着火走 那不是说你慢慢 一根一根树烧 它整个是在树干上飞舞的 所以森林大火的确很可怕 嗯 真的 对我们在加州也看过 嗯嗯嗯 所以呢 我觉得极端气候 对每一个国家 因为自己的地形地貌啊 整个的呃状况啊 风土人情不一样 所以它影响的层面 其实不太一样 那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专家提醒的 实际上是跟干旱有关 嗯 我们修学人呢再回来 嗯 好 回到冷宣时间继续和现场 邀请到了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孙维新老师啊 来聊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啊 那除了呢 在地球表面上呢 这个核酸的问题之外 在这一次的科学人杂志里头 有个蛮大的题目呢 是讲到宇宙啊 那这个宇宙的话呢 讲到说有一个直径五亿光年的巨大空洞啊 那讲到这个的话呢 这个就是老师的专业了啊 所以呢 老师呢 就是他的总编辑的话里头呢 呃 开始讲讲过去认识的宇宙学的故事啊 所以呢 所以代表说以前你们在读的时候 宇宙不是空洞的啊 啊 不是 宇宙学经过了不断的变化跟演进 呃 因为科学证据不断发现 对啊 所以我们对宇宙的了解 那个面貌是不断改变的 对对对 最早最早 当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 宇宙学是一门笑话 你说宇宙 宇宙 你问宇宙学家年龄多大 宇宙年龄多大 他说100亿年加减50亿年 误差大到你觉得还不如不问啊 那你在 真的 说宇宙 为什么宇宙学同样的数据 有同样的观测数据 美国东岸跟美国西岸的宇宙学家 他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哈勃定律里面有个哈勃常数 我们宇宙不是 呃 所有的星系都高速膨胀离开你而去吗 离得越远跑得越快 所以呢他有一个速度跟距离的关系 中间那个是哈勃常数 嗯 一个H0的那个概念啊 那你知道吗 美国西岸用的是73 美国东岸用的是68 所以我们会发觉 一会是50 一会是100 我们念书的时候 看你要选50或者100都可以 嗯 你会觉得这叫哈勃常数吗 这根本就是哈勃 这叫科学吗 我们把它开玩笑叫哈勃变数 OK 所以你会知道 其实宇宙学 因为它很难研究 但是终于在1990年 也就是我拿完了博士学位以后 我们真的在NASA工作的时候 刚好就在华盛顿DC 参加了一次美国天空学会的年会 那在那个年会的四天里面的第三天中午 讲好的是宇宙探测卫星COBE COBE 不是那个KOBE 不是COBE COBE COBE 对它刚刚上天了两三个月 要告诉我们宇宙是不是均匀完美的 嗯 在那个会议里面四天前面三天 大家都很着急在那边等待 整个会场四千多个天空学家里面 堵盘暗地流动 真的吗 我觉得天文学家也蛮妙的 为什么宇宙是否什么均衡完美的 这件事情有这么重要吗 2000年前的希腊人给我们灌输的观念 就是宇宙是均匀和谐对称完美的 就这种而且你就知道 为什么哥白尼在1543年 那个时候天体运行论上面 还是用圆形轨道来描述行星的运动 因为他就是受到这个希腊神话的影响 觉得是均衡完美的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1543年天体运行论是一个圆形的 要一直到50年后60年后的1609年 科普勒才发展的 听新天文学才发表这本书 他们告诉你说是椭圆 你从一个圆 进化到一个椭圆要这么久吗 但因为人们就是没有办法抛弃 圆形是如此均匀对称和谐完美的概念 但是但是话说回来 你会发现宇宙学经过了好几次起伏过程中 达到了我们今天的认识 只知道宇宙不是那么均匀 它会有很多空洞 而这包裹在空洞外面像一张一张的余网 所以宇宙的基石是星系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我们的太阳 我们的行星 我们太阳跟行星在宇宙里面 扩大浩瀚无垠的宇宙里面 简直就是灰尘 所有的宇宙的结构都是星系构成的 那你现在看到蓝圈手上这本杂志上面 这些看起来像网状一样 雨网或者是纤维成丝 成线成网的东西 都是大量的星系连接在一起构成的 所以这个老师 你们当初在念宇宙学的时候 不是长这个样子 因为这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所谓的 星云图啊 什么星辰啊 什么网啊 但是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不是 那你们以前画太空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画 哇 你知道雨前以前会认为是说呢 我们会知道有星系分布 你光看四周 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不均匀的 为什么 我们银河很大 但从我们银河230万光年以外 是仙女座大星系 然后16万3000光年外 是大麦哲伦星系 小麦哲伦星系 中间没有什么东西 你说这是均匀吗 这不均匀吗 大量的物质集合在我们银河里面 在他们星系里面 在他们星系中间是空的 但是呢 当时宇宙学的概念是 如果你把镜头拉得足够远 对 你会发现的这些星系 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宇宙里面 对啊 就像是一个图片的圆点点 就很均匀啊 像是一个均匀的葡萄干面包 哦 你的面团里面放了很多葡萄干 然后它的距离刚刚好 整个面团在膨胀的过程中 每个葡萄干的距离等比例的增大 那就是一个均匀的宇宙 是 但现在发现了 有些葡萄干被偷吃了 哈哈哈 很多葡萄干里面 那没有 那个地方就没有葡萄干 哦 ok 那你知道这怎么发现的 很简单 老方法跟笨方法 就是做 galaxy counting 就去算星系有多少个 不是用望远镜啊 是用望远镜啊 是吗 就是望远镜 不断的看星系 因为你望远镜越做越大 看到越暗的星系 对对对 越遥远的星系呢 你会 你会知道说 我看出去了 每一个距离上 不是有固定数量的星系 嗯 而是有些距离中间 完全没有星系 嗯嗯嗯嗯 当你这样做出几个 不同方向的分析以后 空洞就出现了 哦 所以这是我们 为什么我们讲到 这一期文章里面 而且画的好漂亮 对啊 真的是啊 如果说你把这个交给了 生命科学人 他们会觉得是我们的 神经元的突出 有点像有点像 是真的有点像 其实很好玩的是 很巧妙的这个相似哈 有一次你讲到相似 有一次我们在南非做观测 嗯 刚好碰到 来自日本的一对天文学家夫妇 哦 先生是天文学家 嗯嗯 太太是研究南京 研究海洋生物的 嗯嗯 她就把那些生物的 脑坡的那个图拿出来 一看 哎我还以为是我们前天得到的 恒星光谱的图 真的吗 对因为很多光谱的图 跟他的脑坡图很像 但是这个东西也很像一个 神经元跟神经图出的感觉啊 嗯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宇宙学的发展不断进步 不断刷新我们原来的认知 最早最早呢 爱因斯坦认为是一个不动的宇宙 稳泰的宇宙 后来哈勃提出的定律以后知道在膨胀 以为是均匀膨胀没有中心 但后来才发现呢 哎我们现在宇宙越膨胀越快 在加速膨胀 嗯嗯 所以宇宙真的有一天 因为重力的关系停止膨胀往回缩的 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而这个加速膨胀呢 应该是占宇宙总物质68%的暗能量造成的 嗯而这个暗能量应该也在形成空洞 中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嗯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嗯嗯 这暗能量是一个老师 让我看她是一个女性科学家发现的 对不对 她是暗物质 暗能量对对对 还不一样了 对暗能量占68% 暗物质占27% 68加上27 已经是95%了 嗯 我们自己熟悉的 学天文人熟悉的物质 不过是5%而已 嗯 另外这27跟68 暗物质跟暗能量 天文学家在过去这二三十年 终于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 你知道它存在 嗯 知道它占这么大的分量 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要学学待会来聊 所以我觉得 呃去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有这么重要吗 我觉得这已经出现有点哲学似的思考了 就是说 嗯 因为像留白 那个白 它是不是空 嗯 空 即是色 即是空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看到所谓的空洞 它实际上不是真的空 它实际上是暗物质 是暗能量 所以我们下阶段要走到哲学跟玄学 对对对 但是我们去研究暗物质跟暗能量 要干嘛呢 就是它代表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理解这个宇宙 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我们就学院马上回来 嗯 好 回到来讯时间继续来现场邀请到了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孙伟青老师来聊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啊 嗯 好 后来发现有六千多个 对对对对对 所以没有关系 我觉得 代表什么 代表天文学家 宇宙学家也是天文学家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人 including me myself 我们都在里面干嘛 瞎子摸像 你还真的不知道你现在是摸到哪一阶段 嗯 所以今天我们讲 宇宙 我们推翻了从前人的观念 它不是个均匀的星系 分布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面啊 它实际的星系 连接成了丝 连接成了线 最后构成了网 像鱼网那样 中间留下很多空洞来 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学天文的人提出来的概念 嗯 你怎么知道二三十年之后 当他们有了更多的关键数据 就是啊 回过回来会推翻我们 所以我觉得科学的进步 这是科学的美丽与悲哀啊 美丽是不断你会提到 提出来新的证据 跟新的想法 悲哀是你永远得不到百王之无变 足以为道观的真理 嗯 这是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有趣的地方 但我觉得我们要承认人类的知识有限嘛 浩瀚无穷的这个宇宙世上值得 或是需要被探索的部分 还多的咧 对所以刚刚蓝轩讲这句话呢 就引申到了科学家最长一个观念 最重要的观念是 科学并不是在寻找真理 科学研究的过程 只是不断在问更好的问题 嗯 你在从你找到的证据 观测所得的结果里面 重新梳理完了以后 能够问下一个更好的问题 嗯 所以他不是得到最终的答案 说摆在那儿啊 从此以后大家 这就是宇宙了 对对对对 哇 这就是科学发展的过程 对啊 我觉得这个老师刚刚讲这个过程的 这个意义真的还还蛮蛮棒的 而且其实 问问题跟求这个过程 都是需要学习的 我觉得 嗯 人容太容易致满了啦 好 但是回过头来 我还是有好奇的地方 那我们到底 研究空洞的目的在在在哪里 他会怎么样 很重要 科学家第一个 满足好奇心 科学家他所研究的东西 不见得是具有百分之百 尽快 尽端利益的 他不是公立的 他只是好奇想研究 宇宙的根源 其实是什么 是 你今天讲宇宙其实会解决物战争吗 会解决什么以色列 不会 不会 但是他他满足的人心里根源的 知道我们的起源是什么 知道宇宙的起源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讲暗物质跟暗能量 如果你真的知道暗物质是构成 是有什么样的particle 小粒子构成的 暗能量是怎么产生的 嗯 暗物质他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嗯 但你知道它存在 而且它的效果呢 跟我们正常物质效果一样 是有外游引力的 嗯 暗能量 刚好相反 它就是 它是会排斥的 嗯 暗能量排斥才会让我们今天宇宙 不断的往外头 嗯 膨胀 对星期跟星期分的越来越远 暗能量是 是把宇宙越拉越 越膨胀 然后 越膨胀越快的 你说暗能量用处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在学生里面 学生会说老师啊 你看 男同学 男朋友跟女朋友说 不是我要离开你 是我们中间的暗能量 让我们两个人越来越远 你暗能量绝对不会作用在这么小尺度啊 你先跟他讲 这不是一个分手的借口啊 但是 知道暗物质跟暗能量的核心是很关键的 但是话说回来 那我听说它会影响到心体跟心体之间的距离啊 或者相互的引力啊 或者一些互斥吗 会 对 但是你会知道 我们的银河 在不久的将来 嗯 就会迎来一次巨大的撞起 嗯 距离我们230万光年的仙女座大星系 正以每秒300公里的高速 对着我们撞过来 嗯 那么巨大两三千亿颗恒星的质量 所以没有办法叫他转弯的 但是他会对我们撞过来 学生一听就紧张了 说老师什么时候撞 但是我们不在 不是 学生想知道是不是在期末考之前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 不会 当然还要31年 31年 但我会觉得你知道我很羡慕 你也要活到31年后 那个时候的天文学老师 日子会过得很愉快 嗯 因为你不用教其他天体了 天上只有一个M31 巨大的cover 你整个 对 但是你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跟M31之间 那时候有人类吗 不不不不 人类能活再活几百年 我就觉得很高兴 就是啊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人类了 为什么 我们说暗能量把星系都拉开了 对 M31会对着我们撞过来 嗯哼 很奇怪不是吗 但是呢 暗能量它不会作用在这么小的尺度 嗯哼 暗能量是让整个宇宙不断的膨胀 嗯 加速膨胀 但是呢 它在星系跟星系 这小小的星系之间 它没有这样的作用 是把你分开的 嗯 所以小小星系之间呢 万有一零还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角色 所以M31跟银河是互相吸引 互相撞 嗯 星系之间会的 就像你看 一个脸盆里面放了水 你把肚子把它掉到水往下转 嗯 你会看出来一个玄微的方向 对不对 如果你化身成为一个水分子 跳进去的话 你会发觉旁边水分子四面八方到处乱撞 嗯 是这样来的 这是小尺度跟大尺度的差别 OK OK好 但是如果说大家要要听一听 已经听了有点忙的话 有一张图很可爱 老师写在他的总编辑的话里面 讲到说这个宇宙的密度跟这个温度 这个呢 被人 你老师是很有创意的 把它放在什么 柯博馆的天花板上 不不不台大天文所 台湾天文所 台湾天文所 台湾大学天文所 的天花板上 结果呢被进去的 老师自己说 哈哈哈 我们这很好 是我们我们所上 台大天文所上面的老师们 非常资深 我们非常尊敬的老师们 觉得宇宙背景 宇宙的微波背景里面 这种轻微的温度起伏 象征的是138亿年前 星系的种子 种子 因为蓝的地方温度低 密度就高 会把周遭的物质吸过来 红的地方温度高 密度就低啊 那你有看到这些温度起伏 才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存在 因为他给你138亿年的时间 那是可以形成 这么多不均匀的星系的啊 那老师们就充满感动的 把这个画在我们 台湾大学校园里面 天文数学馆八楼 我相信会变成观光打卡景点啊 嗯嗯 画在我们的屋顶上面 天花板上面 描述起来真的很感动啊 对你进来以后 你会看到宇宙38万 出生的时候 38万年 宇宙的那个模样是什么 知道宇宙出起的样子 可是我听人家讲说 结果 怎么你们看起来像汽车旅馆 哈哈 像Motel的状况 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知识很重要 大家要累积一点 真的是 好我们休休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石金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了孙卫星老师 来聊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啊 嗯 聊那么宇宙当中虚幻的那种什么暗物质啊 什么物质不如聊我们具体可以看到的物质 塑胶 塑胶这个物质是我们现在呢 天天都在用 腐蚀皆是 但是它却因为可能会产生 不可溶解的不可分解的这个问题 导致了这个等于是我们的环境的灾难啊 好所以呢 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有一篇文章 老师特别说很想谈 我觉得确定很重要 就是说 竟然废弃的塑胶 可以作为一个永续环保的利用 因为它可以产生氢 因为氢是现在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能源 只是说怎么样应用 不知道本来日本还打算发 就是去拼这个氢能车不是吗 对啊 氢气很重要 氢气是我们可以用的能源之一 而且是比较干净的能源 你可以想到氢气结合成了氧化的过程中 燃烧过程中出来什么东西 水啊 所以不知道氧化碳 但是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塑胶 大家会觉得塑胶 现在是一个环境的灾害 可是我们希望讲讲塑胶的起源是什么 我们先看现态的状况 我觉得无论台湾也好 或者我们在大陆在什么地方看到 外卖那些餐盒很多是塑胶的 但我想现在政府也不太愿意碰触这个问题 我就发现呢 如果你真的到一个地方去开会 或者是在地方工作十天半个月 累积的那个外卖餐盒是很可怕的 你一个人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那你整个你可以看到这么多人 每一餐饭都会累积成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很多政府都不愿意去碰这个问题 因为它牵涉到你每天的生活 不过老师你这样讲 我觉得年轻人也还挺分裂的 因为你说现在年轻人 其实环保的意识很强 他们却可能没有意识到 在自己一些生活当中的 已经开始习以为常的细节 其实是非常反反环保的 我自己就是 如果我不小心叫了外卖 或者是外的买的塑胶盒装东西回来 吃完以后 那塑胶盒 我是没有办法把它丢掉的 我如果把它一个干净漂亮的塑胶盒丢掉 我会有罪恶感 那你家里面不就是像石荒老人一样 大堆塑胶盒吗 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名词来描述我 不是 因为我在讲 我下去要讲说 我下去好多塑胶盒 的确也是 因为我在一个地方工作 久了一两个月以后 所累积的盒子 是在整个厨房里面 摆满了干净的塑胶盒 那我会把一部分带回来 继续可以用 因为后来你在做菜做饭的时候 可以用到这些东西 那所以我会希望 我们还是认真地考量这个现象吧 但回到刚刚现在科学人杂志 这一期上面讲到了一个新的做法 就是在高温把塑胶 用热电流高温电流通 高强电流通进去了以后 瞬间让那个塑胶达到3000度C 它这个叫胶耳热闪蒸法 胶耳热量单位是胶耳 热量的胶耳热闪是瞬间 闪蒸蒸就是蒸蒸气域啊什么的 那用这种方法呢 能够把塑胶里面的氢间裂解 碳氢间裂解裂解了以后呢 你会得到单纯的氢气 你如果拿塑胶去烧的话 你知道即使像甲烷对甲烷 或者以前我们的甲烷 有人叫甲烷 去燃烧产生氢气 分裂产生氢气 甲烷是什么 CH4 C是碳 H4是氢 你的确是把甲烷分开了以后 你会得到了氢 但是经过燃烧的过程呢 裂解的过程 你的碳会结合成氧 它就变成氧化碳了 所以过去在裂解氢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二氧化碳 但现在用胶耳热闪蒸法 瞬间强电流 可以把塑胶里面的化学键 打断了以后 你把氢气拿出来 它节省的温室气体呢 据说可以到40%到80%的温室气体 那这对于我们广泛应用塑胶 就是一个可见的未来的希望 因为塑胶不再会是一个环保的灾难 它如果它产生氢气能源的话 也算是洁净能源的来源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说 塑胶当初是怎么出现的 一个比利时的化学家 叫做Leo Beckland 他在1907年 发展出这个叫什么全分数值 一种数值 这种塑胶 发展出来了以后 一二十年之内就大受欢迎 然后后来到了二十四大战 特别重要 你知道吗 有很多东西会发展 你用塑胶来做 质量又轻 最重要的当年Leo Beckland 发展的这个东西 是要干什么 电器的绝缘 你可以想象 当你没有塑胶之前 你的电器要用什么东西来绝缘 今天你想到的都是塑胶 那没有塑胶之前呢 就经常触电 是这样子吧 爱迪生 那都是上个世纪 19世纪的事情 他们都会发展很多这样东西出来 但是你的电绝缘 有塑胶以后就很方便 更不用说各位 当年塑胶发展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环保 是为了要让你周遭这些不环保的东西 能够被塑胶取代 长期使用 后来的飞机上面很多金属部件 都用塑胶取代了以后 飞机它的重量更轻了 飞得更高 省更多的燃料 就更环保 所以其实塑胶当初发展的过程中 都一直是以环保的角度出发的 一直到了50年代末期 60年代初期 你知道吗 人们那时候开始 从美国开始的 开始有这种一次性的使用 就用以后即丢 那你知道他那时候广告 甚至是一个一家人好高兴 把这些塑胶物质丢到中间 丢到空中去 这样子的画面代表什么 塑胶多美好啊 你只要用一次丢掉以后 你完全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 那个年代开始这个以后 当时的广告词叫做 塑胶美好的塑胶 它的未来是在垃圾桶里 有这种广告词 从60年代开始 开始有这个观念以后 大家觉得塑胶本来就应该是 它的最佳的优点就是用后即丢 跟它完全发展出来的 发展当初发展出来的概念完全不同 所以人类就是很突变力的 一种物种就是了 什么东西都要方便方便 所以你看你老师这样讲 是真的有道理的 就是如果说你的塑胶 不是属于用完就丢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老师也好我也好 就经常会收集塑胶盒的话 它就不会导致那样的 所谓的环保灾难嘛 那同样我觉得 像最近所谓的快时尚也是一样啊 我一直看的那个衣服 就是说越来越便宜 但是相对来说 材质也越来越普通 那它的标榜就是说 你其实可以穿个一季两季丢丢啊 对啊真的就这样子啊 那所以呢现在年线觉得方便啊 而且他们单价可能负担得起 但是它到底是一个真正的时尚 还是一个环保的灾难 我觉得这问题也是非常需要 重要去思考 就用完即丢这个概念本身 就是怎么浪费啊 对不对 对我觉得我们从那样 早先的那些很刻苦的上一代 上上一代到现在 我们被创造出去 大量的一次用后即丢的这样的概念 真的很很不可原谅 对啊 就人类要多少 要跟大战要多少东西 才觉得很满足啊 但是问题像我们这样子 一天到晚当石黄老人也不是办法 哈哈哈哈 所以 OK我们以后真的把塑胶送去 让它产生氢气 我们就觉得 对那快点发展 否则我家会要满了 我觉得 因为我家真的还蛮多塑胶盒的 因为伤到已经 好非常谢谢老师 到我们现在来 介绍这一期精彩的科学杂志 谢谢 拜拜 谢谢各位